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要做吃播视频 在路上的话搞不了 在路上第一是食材还买不到 第二是路上太累太忙了 忙了 时间有限 所以说路上是没办法搞美食的 像这种就是等快递被迫停留 然后或者是过春节的时候要休息 我就可以搞搞起来 美食搞起来 其实我觉得我比那些吃播更牛 我真的是什么都吃的 除了脑鼠 蛇肉 狗肉 羊眼 羊眼我估计突破一下也是可以吃的 只是说我一直没有见过烤羊眼 这难道没有见过 狗肉是突破不了我心里面的那个 就是说不行 接受不了 然后蛇肉其实被害吃过一次 就吃了一片 比黄鳝要老 要柴 他们蒙住我眼睛 说让我吃个好吃的东西 给我吃了一块 然后我问他们什么肉 他们说蛇肉 当时想吐出来已经来不及了 我好像是天生怕蛇 老鼠肉是完全是各于你的心 但是突破一下应该你能吃 其他的东西 什么蝎子 蜘蛛 蚂蚱 蚕蚱 肉豆腐 牛莲那些是我的最爱了 我们说吃不下的那个印度的那个翠球 我吃着吃着我也觉得很喜欢吃了 带雪牛排 对 两分熟的牛排 然后所有的生烟 生鱼片 三文鱼不加蘸料 我一口气可以吃一斤 顺德 广东那边的顺德的那种生鱼片 潜水鱼 我就口感 我就吃不了太多 所有生的刺生基本上我都能吃 生蚝 海螺 生的螃蟹 就是生蟹 生虾 生鱼 基本全部都能吃 而且还挺爱吃 还有一个云南的那个叫生肉还是白肉 那个的话有点难下咽 他们云南不是那个猪肉 都是杀了之后直接用火烧皮吗 去毛 然后那个火烧了之后 它的皮脂下面的接近皮脂的地方 就是有个三成熟的样子 然后往里面去就比较生 他们会弄好之后 杀好之后 当下就切块 切下一个比较嫩的一个部位 然后把它气片直接拌料 拌他们那边的调料嘛 什么柠檬叶啊 柠檬 柠檬叶 小葵虾什么的 就各种香料 然后搅和着就吃 我当时吃了 那个肉非常生 大概两成熟吧 我觉得两成熟的算不上猪肉啊 我硬 硬了 我可以吃得下 硬硬了三四片 之后我觉得就 太腥了就难吃 知道吧 就没吃 反正我觉得就是生的 生的 家禽走兽类的 我吃不了 但是生的海鲜类的 就是无一不欢 所以说如果是我做吃播视频的话 我大概如果不吐的话 我可以吃五斤左右 我估计 我以前吃那个自助餐嘛 一般都是当天没有进食的情况下去吃 吃了早午早中饭 然后晚上或者是中午再去吃自助餐 那个肯定是亏本的 我一般都吃两百一类的自助餐 一百几十一味的那种就可以了 我不会吃太贵的自助餐 那是吃不了亏本的 吃不回本的 因为它贵的食材 它只给你按分量上几片 不是不限量 不可能不限量 就这么简单 自助餐不是11点半 一般十一点半到两点半嘛 我一般都十一点半去吃到两点钟左右 就是正常的话 我旁边的座位来了两拨人 我还坐在那吃 我吃自助餐也是有讲究的 先去等牛排跟羊排 因为它就慢慢烤的 你知道吧 你不可能就是无限量的放在那的 它慢慢烤的 你得去排队 等候 你才有的吃 所以我一般都是 第一时间就先去 牛排羊排那烤着 吃差不多去 然后去三文宜区 对 自身区 后者 自身区也是一般的半个小时左右 上一次 然后分量又不多 也不可能一盘全部端走 那样太没礼貌了 我一般都是 每次灯过去 我就拿几片 每次灯过去就拿几片 造完了生鲜 就马上就去海鲜区 都是做熟的嘛 虾螃蟹什么的东西的去造 造的差不多了 就开始去那个水果区 选两个比较节腻的水果 先下一下 对 当节腻的差不多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 再去牛羊排那边 再排一次队 牛羊排吃完了之后 就开始吃那个家庭内的鸡鸭鱼肉去 鸡鸭鱼肉去吃完了之后 我才开始吃点心跟甜品 最后我才吃素菜 吃完素菜之后呢 我就开始再回炉 就拿些东西好像还没吃够的 再去回炉一点 最后回炉一遍之后呢 就是开始吃饮料跟冰淇淋 先来个总拼 尝一下哪个是最好吃的 我再来 把来最好吃的 可以吃两份 最多的一次好像吃了四份冰淇淋 最后就是消食饮料 一般的话 我会选那种比较有点酸酸的 开胃的 就是帮忙消食 结力的饮料 就是自助餐这块 我基本从来没亏过 因为我跟我一起去的朋友 基本上是不能吃的 就没有一个比我能吃的 那他肯定是亏钱呢 那我不能再亏吧 不然的话感觉就亏大了 就像我跟朋友去吃自助餐 我经常就会被气到 真的是气到不行 你知道吧 他们一过去去干一碗炒饭 一过去去干一碗炒面 他们给我的全部的理由就是 吃饭的话 我喜欢先干一碗煮食 你说你都干了煮食 那个还有一两百种菜 你怎么吃得了 对不对 你能吃得了多少呢 那肯定铁定是亏呀 就他们这头亏了 我这头得给补饭呀 我心里才能够平寒舒坦 如果是我一个人去吃的话 大概回本就差不多了 但是跟朋友他们一起去吃的话 我就不行 那真的是我就要撑着扶藏 走出来为止 但是不管是自己做饭 还是说吃自助 我都是从来不吐的 因为我是一个真正的 纯正的A级吃货 食物对我来说是 应该去珍惜的东西 美食呢 对我来说是应该去品味品尝的东西 在我心里绝对没有糟蹋两个字 我自助餐可能撑了八斤十斤才出门 但是我也绝对不会吐 就是吃那么大份量 自助餐的话那种 我真的是可能半年才去吃那么一次 就是不会说经常去那么吃 暴饮暴食 所以没事 所以说如果不是说在路上骑车 就是消耗运动的话 我是绝对不可能那么吃的 长期暴饮暴食 也是伤害自己的行为 所以我就想着说 每次这样子停留休整 整顿等东西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就开始吃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给点意见啊 给点意见 谢谢 再见 再见 再见